今天的对台要聚焦在美国总统拜登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台湾时间昨天晚上八点半进行第五次的拜习对话 针对台海议题大陆方面撂下了狠话 要把时间交给国际组的资深记者慧云 其实画面上您看这一张就是白宫释出拜登和习近平进行通话的照片 那么这次的通话是在昨天晚间八点半左右进行的 而且讲了两个小时又十七分钟 所以在两人过去的对谈当中这一次谈的时间算是蛮长的 不过大家最关注的当然还是台湾的议题 美国跟中国态度是如何呢 我们从大陆官方新华社这边释出的新闻稿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一次的用词是比较强硬的 包含他们要求就是美国要落实 真的要切实的来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外 其实还说了一句话是 民意不可为玩火必自焚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是用这样子的措辞来警告 拜登政府不要轻易改变对台湾的态度 不过相较于中国大陆 美国这边则是轻描淡写的说 他们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也不愿意看到现状改变 所以看到对于台湾议题上 美中其实算是各自表述没有共识的 另外呢 其实新华社也说 其实在谈话当中 拜登有向习近平转达说 他们并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这一段话并没有写进白宫的新闻稿里面 但是虽然争议有还是有可以合作的地方 像是气候变迁啊 以及新冠的疫情都是两国愿意来合作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观察 就是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 这个第二G的GDP的数字都非常的差 所以呢 这一通电话也可能想要转移一些内政的压力 但是双方有共识说 他们唯一要解决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 就是停滞性的通膨 这是中美愿意合作的地方 好继续请教慧云 我们这几天报道 中国大陆不断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来台访问的计划施压 而在这通电话之后 裴洛西的访台行程有可能会出现变数吗 再把时间交给你 好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 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发展是一直在改变的 包括昨天晚间 彭博士是最新的公布说 其实裴洛西的亚洲席没有台湾 但是到了今天早上 另外一家的美国媒体NBC 他们的报道是说 看过行程的人说 台湾的行程是写暂定的这个单字 所以呢到现在为止 裴洛西是否访问台湾都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呢你可以从美国媒体的这些报道当中 可以知道说 尤其他们已经有强调说 今天的美国时间29号 是他们这一期美国国会的最后一个工作天 所以裴洛西可能就在这一天要率团出访亚洲 那么虽然台湾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确定提的国家有包括日本 南韩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那么其实呢有一些民主党的众议员就表示说 他们确实有接到中国大陆施压电话 那么中国大陆使馆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 要求他去说服裴洛西不要来台湾 另外还有很多人也说 的确曾经接受到裴洛西的邀请 那所以呢就是裴洛西办公室这边 都还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正式的回应 那么拜登跟习近平的通话里面 到底有没有提到裴洛西的台湾型呢 其实白宫这边是不愿意回答的 那么白宫发言人说 拜登自己也曾经当过参议员 而且当了36年 所以他很清楚整个流程 他们当然不会叫一个国会议员 你可以去或是不可以去哪个国家 所以到目前为止 白宫的态度还是非常的迂回 好谢谢惠云 帮我们整理这一次拜席通话的重点内容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